往上移一点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条线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这个骨头 到时候旋转的位置啊 它会支撑的这一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把这一个 它的这一个菱形的部分呢 我们放在它的这边有小裤子 好类似说这一个黄色就是它穿的这个小裤子的状态 那外面呢 如果你点的是菱形啊 你没办法做缩放 就是不能缩放 你必须要点的外面这个小裤子 才能去做缩放 那这一个骨头啊 大腿骨它放的位置啊 会相对于 你左右 变的话呢 它就会 相对位置就会 改变 所以我们这边的大腿骨啊 如果我要放在这里做转轴的话 那你必须要去移动你的这一个黄色的小裤子 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再稍微旋转一下 因为我让这一条腿要是直的 好 你可以看到这条腿是要让它直的下来 然后呢 这边的话会是膝盖的部分对不对 膝盖转轴的地方 所以呢这个大腿啊 我们可能要在它往上缩一点点 这样子的话呢 它的 膝盖转折 才会是在这个地方 你要看到 它的这个地方是在转折 这边是膝盖转折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偏下面一点点 再往上一些些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好 这里的转折部分 好 那你调整好以后你会发现呢 我的腿啊 这样下来 到这里啊 这边就太长了 所以说我的小腿呢 再往上收一点点 这边是我的转折的地方 好 就是脚踝啊 脚踝转折 好 那这里要跟同学讲 你会发现这里好像有点往左边偏的 对不对 那你要 把它移回来的话呢 我们要从 第一个 大腿的地方去旋转 那我眼睛在看到 眼睛在看这个 脚踝的转折的地方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里 再往上缩一点点 我们要设定这个脚踝 或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好 好 OK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大致上 把它摆放以后呢 接下来 我们要把它的位置 稍微调整一下 从侧面这边来看 那你可以从侧面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好像全部呢 都偏后面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要点击直心 把我们这骨头啊 稍微往前移一些些 好 你要把它移到什么 移到这个直心啊 要把它塞进去我们的裤子里面 不要说按下F3 好 我们把它塞进去 放在它的正中央 裤子正中央 好那这个屁股啊 这个小裤子 还是可以要把它放大 前后 scale 稍微放大 记得哦 你左右不能再动了 为什么 你左右动的话呢 这条腿 位置就跑掉了 对 就跑掉了 王兔回来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大腿的位置 是不是正确 你可以看到它有点点 微微的往前 好 这微微往前呢 并不是说不行 但是呢 这一个旋转的地方 我们希望可以放到我们的膝盖 所以我们稍微把它转回来一点点 好 它是可以从这个骨头到前面这里 它微微往前是顶到前面的模型 这是OK的 因为我们这里是中间 这里是前面 这是OK 然后呢再往后 移到我们的小腿的正中央 这里 小腿正中央 好 那我们的 脚踝的部分呢 大致上 这个旋转走啊 会是在这个模型的正中央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 脚掌呢 它有点点旋转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把它转回来 转过来 好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了 我们在做脚啊 前面地方就给一根脚指头 就是这个 来控制 所以说点它对不对 我怎么控制这么大的模型 我把它放超级大 这个就不是脚指头了 它是前面 从现在开始 它就变成是控制前面的 这部分 OK 好 那我们就先请同学 请你呢 先把这个直心啊 放到 这个角色的 你的裤子这边 然后呢 把这个小裤子的 去做一个缩放 那缩放同时呢 请你要注意 这个大腿啊 它到底放的位置 是不是适合在你的模型 转轴的地方 请你去看一下 膝盖 脚踝 以及 前脚指的部分 好吧 我们先把画面 换给大家 这个类似 Gall